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裏 Santino 郭靖彤 今天我們就要說 最近新任命的中國國防部長 來接替原有的魏鳳和部長 他就是我們新任的國防部部長李尚福上將 本身這個人事任命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特別 純粹是一個新班子的交替形式 但是不說不知道 我們這位新任的國防部部長 原來曾經在他擔任其他不同崗位的時間 被美國制裁過 現在的情況就變得非常有緩美 因為以美國的一貫做法 他們是會拒絕到 跟任何被制裁的人士作出交流 和見面 但是 身為中國國防部部長這個新居要職 這麼重要的時間 美方是一定會 不多不少 都跟他有接觸和交流 否則 就連美方自己也都會受到損害 美國現在就在想 究竟 會不會接下來就撤銷到 對李尚福上將 從前制定下來的制裁 究竟是撤銷制裁好 還是不撤銷制裁好 關於這個兩難局面 看來美國是完全沒有想到 而中國也都很懂得玩 究竟事情還可以衍生到什麼程度 我們轉頭回來 就會為大家詳細報導 再之後為大家報導 就是發生在美國時間3月23日的眾議院聽證會 其實是一個公審會 公審 TikTok的首席執行官 來自新加坡的 周秀之先生 這件事情 引發了 全世界的 科技網民 熱烈討論了整個禮拜 到今時今日還在說 就是說 為什麼美國的議員 那麼野蠻 那麼無知 甚至互聯網 基本認識都不知道 就學人審人 表面上就說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 數據 甚至是世民安全 其實就是維護 自己 握飯吃 政治能量 的那份糧 甚至要 搞公投 要投他們下來 不需要他們 為美國人 自己爭取權益 美國一直以來的慣例就是 對著任何 來自中國 或者和中國有關的事務 都窮追猛打野蠻來審判 為什麼這次 反而 大家一起 全世界維護TikTok TikTok有什麼個人之處 有什麼魅力 而這位 來自新加坡的首席執行官周先生 為什麼會幫助我們中國 來抗辯 他的資歷又如何 想起到 藉著這宗新聞告訴大家 TikTok 是現在本世紀 甚至在中國 開國以來 歷史 最強的一個 對外滲透工具 是真的 可以發揮到 中國的影響力 說好中國故事 甚至 打破美國的謊言抹黑 難怪他們那麼害怕 轉頭 一一為大家 來分析報導 再之後為大家報導 就是 3月27號 台省的前省長 馬英九 就經已起行 飛往上海 他這次重點的 訪中一行主要是南京 回程日就是4月7日 和蔡英文 不能夠光明正大 訪美的一行 回程 只是隔到剛剛好 這次馬先生以祭祖名義來訪中 也帶同 大學生來進行兩地交流 促進兩地的和平 馬先生 出營的時候 亦都說了很多東西 意義深遠 有很多人說到 他隨時 就是坐定粒鹿 準備做中國統一台省之後 第一個台省省長 蔡英文另一邊商 在做什麼 盤算 一一為大家報導 在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記得一起新潮民三寶 還有的就是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接下來就要說一下 我們中國最近換了新任的 國防部部長 這個任命 就是在上一次 二十大會議的時間 作出的決定 現在 這位新國防部部長的任命 看起來就好像沒什麼 就仿佛好似一個 普通的人事調動 表面看就是這樣 但是 如果我們再深入一點看一下 就要發現到 我們中國新任的國防部部長 竟然在之前 未坐到這個位的時間 就已經老早 被美國制裁了 也就是俗稱 被美國制裁的將軍 這樣的時候 整件事一下子 就會變得很不一樣 現在 所謂被美國制裁 沒有力就當然了 但是令到美國人想不到的就是 中國的這個任命 一下子 就令到他們美國非常之尷尬 為什麼會令到美國尷尬 大家慢慢聽完我講下去 就會知道 這次美國老捉蟲 也都令到整件事變得非常之有玩味 很好玩 可以憂美國老一脈 在這裡 首先 進入主題前 我們要祝賀到新上任的 中國國防部部長 他的名字叫做李上福 或者我們叫做李將軍 因為他是一名上將 這次先祝賀到李將軍 接替到之前的魏鳳和上將 祝他 事事順利 繼續為到 帶領我們國家 可以一帆風順 好了 來到正式講到 為什麼美國 會因此尷尬呢 現在來說 李上福上將依然在 美國的制裁名單 各位觀眾雖知道 最近中美關係 都罵到火紅火綠 雙方已經進入到 白熱化階段 在這樣的情形下 我們可以看一些例子 例如在去年的8月 美國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在傳訪完台灣省後 就令到 中美關係空前緊張 跟著的 那些故事大家都知道 我們就進行到常態化 的圍台演習 從此就將台省 圍起上來 在這個時間 其實美國的國防部部長 奧斯丁 就反而變了 要接收這個爛攤子的人 佩洛西當然去得開心 但是 執首美的就是美國國防部長 奧斯丁 奧斯丁在這段期間 就擔心到 中國或者美國兩個國家的軍隊 可能就會發生一些 拆鞋子走火的事件 因此 為了緩和局勢 其實當時 奧斯丁 打過幾個電話過來 我們中國這邊 希望跟我們 中國的國防部長 來通話 但是 先聊者戰 明明搞事的 就是美國 眾議院長佩洛西 搞事 所以當時 我們中國 是沒有接聽這個電話 好了 再說近一點 沒有多久之前 就是那宗流浪氣球事件 大概就在2月頭的時候發生 美國 以拜老頭為首的民主黨 為了個面 為了那些政治原因 就不惜利用到 中國 這個已經明明失去了動力 氣球 已經失控的時間 都可以給他大做文章 為了他們自己 爭取一個政治紅利的時間 最終都將中國 跟這件事完全毫無關係的 民用飛艇 就將它擊落 當時美國選擇上 這麽強硬的手段 可以說到 搞到中美 原本已經非常緊張的關係 進入到史無前例的兵點 跟上次一樣 其實 去保鑊那個 又是美國的國防部長 奧斯丁 在流浪氣球 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美國國防部長 想奧斯丁又再一次 打電話過來我們中國這邊 但同樣地 我們亦都沒有聽他的電話 因為 不友善的是美國人在先 所以 我們是選擇不聽這個電話 後到尾 這個流浪氣球事件 過了十多天後 奧斯丁依然死心不惜 奧斯丁就決定到 不如 再打多幾次電話 來嘗試一下 可不可以聯絡得上 當時我們中國的國防部部長 毅鳳和尚將 但無論去打多少個長途電話都好 這些電話 我們始終都是沒有接聽的 由於這件事 美國一而再 再而三地打電話過來我們都不聽 其實 在美國的心底裏 他都十分之生氣 不過我想說的就是 如果你因為這樣就生氣的話 美國如果再受了 以下我所說到的刺激 那你豈不是頂不住 大家試想一下 美國打過來的時間 我們不聽 就好像 大家可能在平時打電話 給對方的時間 都會遇上 接不通的情況 在這個時候 就會有個電話錄音 大概就是說到 電話暫時未能接通 請遲些再打過來 美國的奧斯丁 其實就是一直處於這個狀態 他打到給我們中國的時候 我們已經沒有接聽很多次 本身 奧斯丁都是聽到 電話暫時未能接通 請遲些再打過來 但現在還未夠 美國想不到的就是 除了這個電話打不通之外 連對方的機主本人 都換了下來 也就是不單是打不通 連找的對象都不同 機主已經轉了另一個人 他們慢慢都想不到 李將軍在這個時間 竟然成為到 新一代 的中國國防部部長 換人就還換人 為什麼要偏偏 換上一個 被美國制裁的人 美國人 想也都想不明白 大家試想一下 其實這一招 的確 是可以有效地把球交給美國 從奧斯丁打過那麼多次來我們中國 其實 大家就可以從中看到 一旦發生什麼事上來的時間 其實中國也好 美國也好 兩國之間 在平時的時間 都會互相聯絡 莫說平時 即使是 局勢比較緊張 甚至乎是發生戰事前 按照軍事的慣例 假設明天的 凌晨凌時一分 兩國之間要開戰的話 我們就以這個為例 知不知道 即使在一分鐘前 也即是半夜的12點 其實雙方之間 都還要 繼續保持溝通 即使在戰時的時間 準備開打 凌晨凌時打的仗 11點59分 雙方都還要保持聯絡 這個就是一個軍事慣例 除非 偷襲就另計 好像說到 二次大戰的時候 日本仔偷襲珍珠港 當然是不需要保持聯絡 因為當你偷襲別人的時間 你不會預先通知他 其實看回這個例 有看電影的朋友都知道 當時 日本大量的戰機 飛到臨近 這個珍珠港的時間 美軍依然使用到無線電 企圖 來跟日本 作出交流 其實這個例子就是這麼簡單 現在來說 即是我們可以確立到 坐到國防部部長這個位 美國想不跟我們的新任國防部部長溝通都難 尤其是 中美兩國作為全球 第一或者第二大的經濟體 雙方都有影響力的情況下 就是切切實實的大國 有時候 美國要在很多軍事行動中 都需要聽取中國的態度 甚至乎在某些時間 都要默認 或中國的支持才可行 因此 雙方之間是絕對需要溝通的 更何況 現在 在明天來說都很難說到 中美之間 會不會因為 因為一些刷牙走火的事件 而令到雙方打起來 這件事都很難說 因為美國現在在步步進逼 所以 美國軍方那邊為了 避免跟中國發生 一些事件的升級 或者是一些意外衝突 聯絡中國 軍方的高層人士 成為了美國軍隊 為了避免到 意外和衝突的發生 這個聯繫是必需要的 只不過這樣 按照美國的邏輯 和一貫做法 一旦被美國制裁的人士 或者個人 實體等等 按照一般美國慣例 任何人 都不可以跟這一類被制裁的人士 或者是個體公司等等 來打交道 絕對不可以跟他們打交道 否則 按照美國的慣例來說 萬一和制裁的人士企業 來打交道的時間 那些人 亦都會同樣 是會受到制裁的 就好像當年 華為 來到和美國制裁的伊朗打交道的時間 就製造了 這個孟晚舟事件 原理一樣 否則就會被制裁了一份 問題就來了 既然 未來美國和中國 要繼續在軍事層面上 保持聯絡 奧斯汀又周不時 經常打電話來 究竟怎麼辦 如果奧斯汀 打到過來找我們 中國新任的 國防部部長 李尚福上將的時間 即是說到 奧斯汀就是破壞了 美國的這個規矩 是不可以跟這個 被制裁人士接觸和聯絡 溝通 否則 他也會被制裁 等於變相 美國自己否定了自己 自己拿塊石 敲到自己的腳 其實外界 猜不到的就是 中國竟然 夠膽任命到一個 被美國制裁的上將 來擔任這個位置 當然 我們這個人士任命絕對是 有他的道理 稍後我就會說一下 李尚福上將的經歷 如何配合到 我們中國的發展 所以才成為到 這個新任的國防部部長 但即使這樣的原因也好 依然不能夠排除外界 說到中國這次的任命 很明顯是玩東西 這些說法 在這裏說 是不是玩東西 未有人知道 我自己看就一半一半 既要將美國一軍 又要令美國自打嘴巴 面對著尷尬的情形 相信 我們中國 的確有這個考慮 但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而是任命新國防部部長 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們一定要看李將軍的履歷 就會知道為何他會成為 新任國防部部長 亦上面看 李將軍 因為什麼事而被美國制裁 那個原因 只不過是 一個很小的原因 美國佬 就來亂制裁人 首先我們看看 李尚福將軍 出生於1958年 是以故紅軍 原中國人民解放軍鐵路兵 西南指揮部的副司令員 張兆珠的兒子 李尚福將軍其實長期 都在 裝備系統部服役 可以說到 我國一直以來 浸淫在航天領域的專家 1982年 李尚福將軍在 國防科技大學畢業後 去到 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工作 當時 民間也有一個說法 就是 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被譽為是中國的休斯敦 因為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截至目前為止 也是中國僅有的 三個衛星發射基地之一 也就是 常俄一號 二號 三號 升空的地方 當然 現在 還說什麼在中國的休斯敦 這些東西都要討論了 要討論 也說到 休斯敦 是美國的西昌之爭 先說回主題 2003年的時間 李尚福上將45歲 當時 45歲的他就出任了 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的主任 從此一做就做了10年 在這段期間 李尚福上將也為了 多次的 火箭發射任務進行指揮 還擔任過 繞越探測工程發射場 系統總指揮 以及 上俄二號發射場區 指揮部 裡面的指揮長等等的職位 他們也擔任過 就在這個時間 2006年的時候 有過這些公職 當時的李尚福 就由大教這個職位 就進升為這個少將 在我們中國的軍閒體系裡面 在做過那麼多卓越的公職 當時的李尚福 就終於進升到 少將這個位置 成為了正式的將軍 大家雖知道 要成為一個將級的人物 是一點都不容易的 很多軍官級的人馬 都是官拜至 教級這個級別 就再上不了 也就是官拜至大教這個級別 如果再上一級要成為少將的話 其實就會面臨著一個平頸位 因為真正做到將級的人 是很少的 畢竟都是 等於將軍級的人馬 所以就會出現到一個情況就是 幾十個大教才能出到一個小將級的人物 就不同 例如說 由上教升做大教那麼容易 或者是 宗教升做上教 當中由教級再跳一級成為少將 是很困難的 不過李尚福先生當然沒有問題 就憑著他在過往的卓越成就來計 就在06年正式升為少將級 其後去到2013年 李尚福還擔任 我們中國的總裝備司令部的參謀長 2015年 兩年後的1月 還有媒體發現 李尚福其實已經升任為 總裝備部的副部長 而在2016年2月19日 李尚福再度升級 他就是以 這個戰略支援部隊 裡面的副司令員兼車參謀長的身份 來對外公開亮相 同一時間 他也由少將升到為中將軍閒 然後在翌年2017年 李尚福還出任到 我們中共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的部長 也在這一年 李尚福就首次以 載人航天工程的副總指揮的身份 來在公開媒體出現 同期也打破了 一個新的紀錄 來出任到 我們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的總指揮的位置 就在這個時間 發展得順順利利的李尚福 我們的將軍就在 2018年的時間 面臨著一個挑戰 當時 美國就以中國購買到 俄羅斯的飛機軍機 以及導彈 為藉口 就對負責武器裝備的軍委裝備發展部 當時的負責人 李尚福將軍來進行制裁 這個完全是一個無理制裁 大家須知道 各國之間 在平時的時間 進行一些 武器裝備的交流 購買 或者商業活動 本身就是一些很平常的事 全世界都是這樣做的 但是美國 一直都惡慣 霸道慣 僅僅就是因為 當時 美國和俄國 有些矛盾 制裁到 金管 和我們中國 毫無直接關係的相關人員 明明就是俄國和美國之間的矛盾 和衝突 我們是第三方 完全不關這件事 都要制裁 實在是一個非常小器 兼霸道的手法 就是這樣 當時的李尚福宗將被制裁 但是在美國公佈制裁後的第二年 李尚福也迎來人生的另一個高潮 在那一年 李尚福正式進身為上將軍閒 成為了最高級別軍閒的軍人 因為李尚福完全沒有被這個 美國所謂的制裁影響到 反而 李將軍的心態 一如既往那麼好 依然 沒有理到美國 那些小人行為 他依然醉心於 裝備發展的研究 和以往 都在研究崗位上 做到一絲不久 這樣才能夠 在2019年7月的時候 成為到 這個上將級的軍閒 其後近年一些熟悉的畫面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嗎 只是過了沒多久 2021年6月17日的時間 在執行到 神舟12日任務期間 當鎮市 太空人聶海勝 劉伯明 湯鴻波 在臨出發前 為他們下達命令 其實就是當鎮市 大家都不是很熟悉 或者認識的李尚福上將 在這裏可以給大家看看 是不是熟口熟面 而當鎮市身為上將的李尚福 其實同一時間也是 中國載人 航天工程的總指揮 大家就會見到 其實李尚福上將是一個實打實 有真材實學 從他的過往經歷可以看得出 是一個尖端的軍事設備 而且是航天工程的 專家級人才 這次他出任國防部部長 這個意義是相當重大 絕對不是因為 只是單單 為了 要捧一個 被美國制裁的人 來做 這個位置那麼簡單 去激怒美國那麼簡單 絕對不是那麼簡單 我們可以看一幅圖 長期擔任 這個裝備發展部 的部長一職 究竟之前李尚福將軍 所擔任的部隊 是什麼 我們可以看這幅圖 就會知道 這就是軍改後的中國軍隊組織架 一般來說 我們經常聽見 戰區的分區 例如是 我們經常聽見的東部戰區 南部戰區 北部戰區等等 以及 最為人屬性的 陸軍 海軍 空軍 火箭軍 戰略支援部隊 等等這些軍種級 看圖大家就會知道 這些我們經常聽見的軍區 或者是 軍種 其實就是屬於部隊 而至於 李尚福將軍所 長期擔任的 裝備發展部 我們從圖中就可以看到 就是位處於 七個部裏面的其中一個 也就是說 李尚福將軍 並不是一個出身於 傳統戰區 或者是軍種裏面的 司令員 所出身的領導 這就是預視了什麼 為什麼這次李尚福將軍 能夠成為 國防部部長 其實 一字那麼淺 就是看他的經歷 我們就會知道 剛才我們說到 李尚福將軍長期在航天發展 以及在解放軍的 裝備發展部 做到領軍人物 現在當下 在現代化的戰爭環境下 其實決勝的關鍵 就來自於 信息戰 電子戰 新式的 工具 尖端的科技 其實一直發揮著 一個舉足輕重的作用 可以說到 就是現代戰爭的決勝關鍵 近代的戰士不論是 從九十年代開始的海灣戰爭 還是去到二零零三年 的伊拉克戰爭 或者是今時今日的俄烏戰爭 佔端科技 科技的情報信息 他所佔到的比重 就越來越重要 就漸漸取代了 過往的火力壓制 成為了戰士裏面的新主角 而今次 從戰略支援部隊 和裝備發展部隊出身的李將軍 他所擅長的 就是主要負責到 第一 情報的收集 第二 技術的偵查 第三 電子對抗 第四 網絡攻防 以及第五 心理戰的領域 這五大領域 其實 從李將軍的出身來說 都是他熟悉的範疇 再加上 他有長時間 的航天發展背景 亦會有利到 對太空 網絡 電池作戰 甚至乎是我們現在的空間站 他都是這麼熟悉的時間 就有利於我們的部隊 能夠 在面對新科技的挑戰情形下 作出聯合作戰 有李將軍在把關就對了 李尚福上將 擔任到國防部長的時間 就能夠令到我們的海陸空軍 火箭軍 更加可以融為一體 貫穿到整個作戰的始終 為了我們面臨到 這個最不友善的美國 他的科技能力那麼強大的時候 我們都要作出到 為了適應世界潮流的改變 其實 李將軍擔任國防部部長 最主要的原因 是我剛才說的 反而 要刺激美國 讓他們左右做人難 甚至乎 要為美國 繼續可以跟我們 中國的國防部溝通 作出軍事交流 而要去撤銷 對李將軍的制裁 其實這些 都不是我們主要任命 李尚福將軍任命國防部部長的主要原因 而只不過是 上扁 問題來了 究竟美國會不會解除 對李將軍的制裁 又或者這麼說 萬一美國 死由一變頸 不肯解除 現在加 現在施加在 李尚福將軍身上的制裁 究竟 他怎麼跟美國的國民 來交代 你竟然 自打嘴巴 同一個 被美國制裁的個人實體 來進行交流甚至乎是合作的時間 美國又如何下台 再說現在我們知道 在美國 說制裁這個李將軍的時間 還曾經出過一個 所謂的 李將軍不能夠踏進美國境內 的一個聲明走出來 那麼現在怎樣 是不是連中國的國防部長 和美國國防部長的會面 都要取消 所有的問題 就交給美國自己那邊想 接下來這個世界上 還有大大小小的防掌會要開 看到時美國 如何自圓其說 去解話好過 我們再看 在這個李將軍 成為了這個 新任的國防部部長 之後 究竟 我們的 新任的 中央軍事委員會 在經過執委 之後 現在的人事變動 究竟來成怎樣 首先不用多說了 繼續的 就是 中央的軍事委員會主席 也就是軍委會主席 當然就是由我們的 習近平 習主席來擔任 因為我們中國的國家主席 其實也是身兼 中央軍事委員會的主席 對落看起來 我們就會看到 不計國家主席兼 中央軍委會主席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 中央軍事委員會的 也就是軍中的第二大職位 就是由到 張又俠上將以及 何惠東上將 擔任到這個軍委的 副主席 再對落 我們就可以看到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委員 分別由四名人士擔任 其中一個 就是今集我們的主角 李尚福上將 他就是 中央軍事委員會的 會員其中之一個 也是身兼 我們中國的國防部部長 其餘的就是 劉振納上將 妙華上將 以及張聲文上將 總共七人加起來 就是我們俗稱的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 七個委員 我們可以看回 在我們的國家軍事委員會 最新任命裡面的其中一張照片 就可以看到 軍事委員會的副主席 張又俠 他就是中央的位 帶領著 另外一名的副主席何惠東 也就是左手邊的那位 以及今次的主角軍委 李尚福就是右手邊的位 來擔任到 宣誓的就職儀式 大家看到他們 肩膀上 有三顆星加一隻翼 這個位置其實就是 上將的軍銜是最高級的 其餘下級的中將位置 就是兩顆星加一隻翼 少將就是一顆星加一隻翼 再下一級的大轎 也就是我說到 由大轎上少將這個平頸位的那個位置 大轎就是由四顆星星加打橫俗稱為兩班 來組成他的軍徽 關於這些軍銜的樣式 我相信大家 可能都很有興趣 不過今集就不夠時間說了 接下來就看看有沒有機會 為大家詳細介紹一下 我們解放軍的軍銜 他所屬的位置 以及還有一種軍銜 雖然職位就不是很高 但是 連大將軍 都要為他敬禮 究竟是什麼軍銜 有機會 就在之後的節目 為大家介紹一下 再之後為大家報導 就是台省的前總統 馬英九 但是我們不會叫他前總統馬英九 我們會叫他馬先生 為什麼會這樣叫呢 稍後也會跟大家解釋一下 他就乘搭了 國航的CA196 在3月27日 即是昨日 下午4點40分 到達了上海的浦東機場 他這次一行就是3月27日 至4月7日的祭祖日行 但是他不只是自己來 他祭祖之餘也帶同了一班 台省的大學生 來到中國一起進行兩地的學術交流 他這次 在上海浦東機場到達 是得到貴賓元首式的 招待的 就有紅地毯 被他撥出他的飛機 接機的人就有 國台辦的副主任 有這個上海市委 的常委 秘書長 張維 還有 上海市台辦主任 還有國台辦的聯絡局長 都有到 有說他這次一行 還會見什麼人物 有可能會見到 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 和國台辦主任 宋濤 至於 會不會進一步 去見到國務院裏面 副總理 還有總理 等等級別的人 就是我們拭目以待 但是這次 馬英九一行 意義非常深遠 可以說是一石幾鳥 因為 大家都知道 就是藉著 3月27號 到4月7號這一行 剛剛就跟 蔡英文 訪美的一行 時間 可以說是撞得 剛剛好 要來 很多人都覺得 是一個對蔡英文 鬼鼠訪美 不敢光明正大 的一個強硬的回應 第二 很多人就說到 此行馬英九訪中 很明顯就是 未來如果中國收回台灣省的時候 他就坐定立錄 要做 第一個台灣省省長 很多人就覺得 找馬英九做省長 都好過找 澤連英文 來把台省推去 這個戰事邊緣 沒有人想台灣省變成下一個烏克蘭 話說 馬英九就不會在 上海那裏 逗留很久 他會在 上海的普通機場 落機之後 就會馬上去到 紅橋的高鐵站 來坐高鐵去南京 大家今天看片 3月28號 他今天的行程 3月28號 就會在 南京的中山寧 也會在現場進行演講講話 但是不止 他3月31號會去武漢大學 4月2號會去湖南大學 4月6號會去福旦大學 連續三場的私生座談會 他也帶同台省的一眾大學生 一起進行兩地的文化交流 希望藉著 學生大學生的文化交流 改善兩岸的關係 馬英九說到 製造就是他自己個人的事 但是 如果習慕旁貸 來到他訪中的時候 一定要做 應該做的事 就是青年人互動 互相交流 為著 未來的和平 希望更早的來臨 也希望台省的人 能夠認識真真正正 重新認識一下歷史 也可能指到 台省那邊有很多聲音 就是很明顯 這次 馬英九 來到中國的時候 就是這個統一的標記 非常強烈 正如我剛才所說 統不統一 就是一回事 大家都希望做到和平 統一兩個字 並不是不能夠討論 無論是 我們 中國 甚至是台省 而是說 應該怎樣去統一 統一的條件 如何 來分配 以及 統一之利 在哪裏 應該往這方面來討論 有台灣的媒體表示 這次是馬英九一行 根據他們台媒的民調 有77%的支持率 大家看看 的確有很多人支持 馬英九 到訪中國 馬英九就是出發在桃園機場 桃園機場也有人 舉了橫額來支持 當然 大家也可以看看另一張圖 亦有搞事的份子 適時搞事 妄真一點的樣子 也是幾分像黃丹 話說 這次馬英九 重點就是在南京進行他的出訪 他會先去南京的中山寧 他會再去日本侵中國 南京大洗牌 的這個 同胞紀念館 還有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 還有 重慶的 抗戰為止 的博物館 這些地方全部都是非常 意義深遠 也是一個很強烈的訊息 就是表示 會跟中國站在一起 無望歷史的教訓 抵抗日本 任何形式 或者任何主義 想得以復興 日本號戰 的軍事行動 或者想法 馬英九起 到達機場的時候 就跟媒體說了一些說話 他講到 這次是帶同 台省的大學生來 他無論出發的時候 和到達上海的時候 都強調這件事 就是要 很強調 要增加這個 兩岸的學生交流 促進兩岸的關係和平 另外他也講到 他當年37歲已經在台省政府 處理兩岸事宜 如今他已經73歲 由37歲 到73歲 他非常 大的感觸 他講到 過了36年 終於能夠 名正言順 光明正大 好像這次的規格 來到他訪中 他感到非常高興 也覺得 實在等得太久了 我們要數回 馬先生 對上一次 跟我們 中國這邊 任何級別的官員 甚至說到 應該說到 國家主席 高規格的見面 就要數到2015年的時候 2015年也是 對上一次 馬英九和國家主席 習近平的馬習議會 這次也有很多人在想 會不會 以一個 突然遇上的形式 看到我們的國家主席 習近平先生 論這個規格來說 應該難以達到 但是不知道會不會有驚喜 而且這次 強調到 這次馬英九 嚇除主辯 即是說他這次來到 會不小心撞到什麼級別人物 都是 不知道 會是驚喜 很多人都在想 會不會 所以接下來的馬英九和習主席 會面出現 所以很多人就數到2015年的時候 話說2015年11月7日 就在新加坡 我們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和馬英九 就在新加坡得以會面 而2015年也是 兩岸分治了66年的時期 所以當日他們的會面 話題都不離 關於這個 兩岸的問題 很多人就指到那個時候 互相稱呼對方 就是馬先生和習先生 為什麼會這樣 很多人就 很簡單直接地分析 就是如果要我們國家主席 來稱呼 馬英九為前總統 整件事就怪了 所以 我們習主席 很簡單 稱呼 馬英九為馬先生 而我們也不會強迫對方 用一個 拉低自己 然後對上的專稱 來到去 擺款 所以馬英九也稱呼 我們國家主席為習先生 彼此 其實是有一個 互相謙揚 互相尊重 的意味在裏面 所以很多人就在想 這次 馬英九 在這個關鍵的時候 要跟這個 蔡英格勒 訪美國 這個 並不是光明正大 而是鬼鬼祟祟 兩程都是乘機 Drop by的一行 就想變成一個強烈的對比 也是 為什麼要選馬英九 很明顯 就是 很多人覺得 如果中國 和平統一了台灣省後 馬英九應該極大可能 會做到 史上第一個台灣省省 但是 時評又說到了 也是 馬英九團隊所說出來的訊息 就是說 其實 馬英九 要準備出行 來到中國 已經是今年年頭 一月的時候 已經想制定這個行程 但是 蔡英格勒想 鬼祟訪美這個行為 就是三月農曆新年之後 很久才去決定的一個事宜 所以彼此根本 不是 特意 來安排出來 拆出來的火花 馬英九一行 早就已經 預先上安排 絕對沒有因為 特意 臨急抱佛腳 砌團出來 來抗衡 蔡英格勒 他想這樣說的意思 就是說 蔡英文此行 並不是光明正大地訪美 不夠班 不夠班要 特意 煞有介事 安排你來搞對抗 話說 蔡英文 三月之後就訪美 之前有傳 27日會出行 但是 如今就有些事情 所以拖路了29日才出行 因為27日 他在接見 來自捷克的 眾議院院長 眾議院院長 也帶同了 白人團隊 一起 去見蔡英文 這個人真是 很沒面子 每次有不同國家來的 議院的 議員 院長 他都親自出來見 一點鋪店都沒有 根本就不對等 連美國那些 無人問津 那些低級議員 去到台省 他都自己親自出來接見 還讓對方坐這個主家席 自己坐在一旁 可以說是 雕盡我們中華兒女的面 捷克這個國家也不值錢 你現在的國家 都吵得火紅火綠 還要帶頭來搞一些 談西方談美國 幾個政治能量show 不如正視一下自己國家的問題 從2015年選擇 親美 來跟我們中國脫離一帶一路 合作關係 來搞事的時候 你哪有好就指個個 蔡英格拉 就決定了29日 就會出行 他 就會以此行 由29日到4月7日 剛好就是回程的日期 跟馬英九 回台是一模一樣 他就說此行 去這個 危地馬拉 和百利支 以這些 他說他台省能夠僅有的 這些外交關係 的國家 進行出訪 但是其實 危地馬拉和百利支 並不是重點 其實就是Drop by紐約和LA為實 他亦都想效法 這個當年的95年的李登輝 在選戰之前 就去美國拿一些政治能量 亦都會Drop by 康內爾大學 來發表一些演說的 話說 根據蔡英文的profile 他是80年 法學碩士 在康內爾大學畢業的 不知道他這次去到康內爾大學 還能找到他的論文呢 因為話說在倫敦大學 都找不回他的論文 不知康內爾大學有沒有他的碩士論文呢 不過沒有也不奇怪 所以一件裝兩件位 倫敦大學的學位買得的話 康內爾大學 都買回來也無所謂 其實他有沒有飛過美國 當年80年來也不知道 不過講笑就講到這裡 大家就完全知道 蔡英文一行 是做些什麼 如今在台省那裡 出現了大狀況 就是去年開始 不斷有人把蔣介石的石像 進行的重擊 甚至拉下來 甚至一夜間 無端端會消失 也在去年開始 現在蔡英文政府 正在玩一件事 就是要去掌化 要找另一個人來搬上神台 他們就選了一個剛剛離去的人 就是安培 就開始 在台省周圍想多立一些 安培像 先在一個地方叫做鴻毛港的保安堂 立了這個安培像 紀念安培說 對台灣那邊 和台日關係 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說要捧他上神台 其問題就是 日本那邊還未說要立安培像 台省那邊 蔡英文政府已經發喉發凳 說要立這個安培像 自己飛撲出來做這件事 而這個鴻毛港保安堂 最諷刺的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他是紀念二戰的時候 美軍重擊日軍 的一個紀念堂 偏偏選到那裡 立這個安培像 可以說是非常諷刺 也完全看得到 蔡英文 完全沒有理過 中華的歷史 中華人民的感情 他完全 就是想一心 乃美 和乃日 就是地球的最西邊 和最東邊 他都要乃 乃東乃西 但是反之 當年在馬英九年代的時候 台省那邊曾經有漁民 就出去 日本自稱是自己的領海的島礁 來進行捕魚活動的時候 就被日本那邊 拉了 困住 扣住了 還要他們 非常毫無尊嚴 毫無尊重地 要他們 沒有穿任何衣物 進行這個搜索 可以說是極盡 侮辱 因此當時 馬英九強硬地回應 最終 要和日本那邊 簽了台灣和日本的漁民協定 事情才有得意 來告中 當年馬英九年代 對著日本人 是強硬地回應的 但是 蔡英文 是飛撲出來 在別人都沒有 叫到他的時候 自己飛撲出來 來做這個 瑤美黑連 的蝦巴狗 兩個人可以說是雙刑堅絕 如今 在台省各地 例如台南 高雄 也有人想 重擊 蔣介石的石像 甚至 有很多人說到 根本就是 蔡英文綠營的所謂 他們想去掌化 甚至連 中正紀念堂 他們也想動 如果動了 蔣介石像的時候 他們想換什麼 就是想換了安培像 可以說 這樣也行 完全是難以理解的 這件事 也不備 台灣省的省民 來接受 蔡英文一心就想著 將台省推去戰時的邊緣 好讓他可以得到他要的政治能量 得到這個西方 美國的秘蔭 他根本 完全沒有心去照顧 台省人民的安危 所以 現在告訴大家 台省那邊 已經越來越多 和平統一的聲音 還有 基本上 他們不會很了解什麼叫民主和自由 他們也不是很了解 被西方抹黑了那麼多年 那麼多世紀的中國獨裁形象 他們也不是很了解 到底中國是真是獨裁 還是真是自由 他們不是了解那麼多東西 他們想生活過得安穩 柴米油鹽衣食住行 還有 有些娛樂玩一下 看看電視 打電話 這些就是他們 要的穩定人生 只要給到他們 就可以了 如果 蔡英文給不到的時候 人們就會離他而去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人民要的東西很簡單 而關於這件事 我們中國絕對做得到 絕對能夠提供了很多經濟的機遇 給台省 在和平統一之後 絕對能夠讓台省 換言一身 發揮台省獨有的長處 管治一定好過以前 再之後為大家報導 就是 過去一個星期 在這個世界的科技界 都出現了 一件令人討論紛紛的事情 這個就是3月23日 在美國的眾議院的一個聽證會 聽證會的對象 與其說是一個聽證會 根本就是一個公審會 甚至是一個扔石仔會 是一個對著別人辱罵 不讓別人說話的會 這個被別人辱罵 以及欺負的對象 就是 抖音TikTok的首席執行官 周秀之先生 話說這個聽證會 折磨了他五個小時 但是他依然面不紅 氣不喘 尋得住氣 亦都無懼地 逐一就著那些 眾議院那些 無知的議員的野蠻問題 你都逐一用氣道來回答 甚至 所有全世界的網民 甚至美國人自己 都看在眼內 就是 誰是有儀態 誰是野蠻 一目了然 美國人 就著這次的聽證會 他簡直是覺得 是讓他們自己都看到自己很尷尬 就覺得 這班議員 問這個周秀之先生的問題 就是想審這個首席執行官 問的問題根本完全揭露到他們美國人的無知 美國人覺得 有這班議員 為他們進行聽證會問問題 直接凋殺他們美國人的假 令他們感覺 美國人真的很笨 現在 聲討的對象就不是TikTok 絕對不是首席執行官 聲討的對象 就是今次在眾議院出席的這些議員 變成了聲討的對象 就想 要他們全部 麻煩 可不可以發動一個投票 投了他們下來 美國是不需要這班人 為他們發聲 因為這班人 只是來賭米 就要講到這樣的程度 話說 在3月23日 眾議院的能源商務委員 就著美國的國家安全 就搞這個聽證會 這個聽證會就是審什麼呢 審一個叫做TikTok的Apps 一個軟件 到底會否構成美國的國家安全問題 但是這個會 就變成了 美國的網民形容它是一個 網路知識 還要是初級知識的普及大會 還要是這班議員 連網路上的普及初級知識 都不懂 既不懂 亦都不關心 只是想著 在這個大會上 無的放肆 野蠻地 來渴罵 周壽之 的首席執行官 拿自己的政治能量 表面上就說 維護美國的 國家安全 表面上就說維護美國的 大數據 個人維護 和私隱 甚至表面上 就是說 借著這個 TikTok軟件的公審 來維護美國的 細蚊安全 但是這些理由 全部都是官免堂皇 這次完全 做不到三大要點 還要是一個令他們出醜的會 只會向周壽之周先生 來潑污水 美國的網民說他們這班議員完全脫節 出醜於人前 甚至 這個軟件明明叫做TikTok 有一班人 是可以 不斷接連 說TikTak TikTak是什麼 TikTak就是 幾十年前的 糖 是零食 連名字都搞錯 美國網民說 美國網民說這班人 到底懂不懂用他們自己手上的智能電話 能夠得物盡用 其實他們都不懂 有什麼資格去審一些高科技的東西 但是他們 要掩飾自己對高科技的無知 就要假裝自己很懂高科技 問了一些問題 就懶得深入 其實就出醜於人前 那些問題 就是有些最經典的 一一為大家截錄了出來 大家聽到 就非常發笑 例如最經典的一個問題 就是來自 North Carolina州的議員 他問 我現在就問你 這個TikTok的軟件 是否用這個互聯網來驅動 這個問題 就簡直 對全世界的科技迷 甚至美國的網民 科技迷 他們都看著這個 聽證會的直播 稍時間自己口裡的 沙打和炮谷都噴出來 居然有人問了這麼無知的問題 而周秀之先生 亦都一時三刻不知道怎麼回答 就不斷地重複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你想問什麼 誰知道原來他真的問了這麼無知的問題 他真的問 到底 這個TikTok軟件 是否用互聯網來驅動 是否能夠上網 所以周秀之先生就說 如果你是上了網的話 他就會接通互聯網 然後他就有道式的進一步問 即是說他甚至會用家裡的WiFi網絡 周秀之先生的回應也是 如果你是接了家裡的WiFi網絡 他就可以接通到家裡的網絡 這樣 其實他是想有道地問 就是TikTok軟件 能夠入侵這個家裡的WiFi網絡 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的問題是多無知 因為試問 大家哪個軟件 不是接通網絡 第二 哪個手機和手電腦 不是接通網絡 若然是這樣的時候 是否所有電子工具都要按 他不知道自己的問題是多無知 所以就宜笑大方 有很多美國的網民就問 你寄信是否要買郵票 到底這些議員 他們的思想停留在什麼年代 這樣問 然後 另外一些議員 就問 想問 如何識別 這個TikTok的用戶 他的年齡 其實他是想有道地問 這個TikTok軟件是否會藉著這個電話 原來他用這個生物探測 探測到這個用戶的年紀 因為若然是如此的話 就是一個 非常巨大的情報 收集和滲透 他是想這樣說 但是 其實很簡單 周先生說 你註冊要用這個軟件來玩的時候 你寫什麼年紀 他就知道你什麼年紀 又或者選擇用自己的電話來登入的時候 他就知道你什麼年紀 他的意思是 為什麼他們會開始 想有道和滲透他們的問題 就是想有道這個周先生 去講到家的問題 以及這個用戶是否是細蚊的問題 因為他們藉著這次的聽證會 這個所謂的聽證其實是公審會 就想 將美國的自己本土的問題 一次過推進TikTok那裡 這件事就令到 連美國自己人 美國的網民 都看不過眼 要說回他們 他們想有道什麼 有道美國的私有炮問題 和年青的私有炮問題 都是 跟這個TikTok 有道到這個美國的自己 而且本土人亂吃藥這個問題 導致很多人離去 甚至 亂吃藥 有這些 互聯網上的銷售和交易 都想把TikTok都放在TikTok那裡 他們亦都想 美國 因為第一大的 這個拿走人 就是美國亂吃藥 每年都走十幾萬人 他們想把這件事 亦都放在TikTok那裡 他們會不會得逞呢 當然不會得逞 話說現在 美國的TikTok 美國有多少人呢 3億人 1億人是在用TikTok的 而這1億人 很多 他們在用TikTok 不只是用來看片 過日神娛樂那麼簡單 當然娛樂 是非常重要的 對西方人來說 做事不是重要 人生娛樂才是重要的 所以 你奪取他們娛樂的工具 就等於奪取了 他們的電視 以前的人看電視 來生活和送飯 奪取了電視 奪取了收音機的話 可以說是奪取了他們人生的一大半 就當然不肯過你 更何況 工作亦都和大量 和TikTok經濟掛勾 TikTok經濟是銷售渠道 推廣牌子的渠道 以及交易的渠道 你奪取了他們用TikTok的權利 即是奪取了他們的繁活 他們真的和你博過 至於TikTok這件事 如何滲透美國 是否真的能夠藉著他來唱好中國故事 令美國大為緊張 危害到美國的所謂他自己建設出來的家法幫規 美國的世界觀 美國的霸權 其實是挑戰到的 其實是滲透到的 我稍後會為大家說一下為什麼 很多人覺得 這次的公審會完全沒有尊重 首席執行官周先生 完全 毫無風度 也盡顯了美國的政客有多粗魯有多野蠻 不斷地打斷別人說話 不過幸好他們都 覺得周先生 年僅40歲的他 也非常沉得住氣 一個一個 點子用正確的態度和儀表來回應 很多人就只在想 這班議員 到底為什麼可以得到現在這份工作 為什麼可以用美國納稅人的錢來養著他們 希望搞一個投票 投他們下來 不需要這班表面上關心年青人的政客 其實他們根本為年青人做不到任何事情 他們關心是他們自己 和他們自己的政黨 他們的政治能量 佐治亞州 有代表 這個佐治亞州的代表 叫做Cartar 就被美國的網民形容 就是 形容得比較壞 二戰之後嬰兒潮出生的人 質素是這麼差 他說TikTok是不是會 連接你電話裡面 的鏡頭系統 是不是會追蹤你的眼球 你的瞳孔 他想講到這些技術 就可以收集你的瞳孔資料 這樣說 周先生就說 有一個功能 叫做太陽眼鏡功能 只有那個功能 才可以追溯到你的眼睛的位置 你一聽到的時候 他就不斷 說這個太陽眼鏡功能 其實這些太陽眼鏡功能 是用來玩的 所以 就要追溯你的眼位置 為什麼 因為知道你的眼位置在哪裡 才知道你戴太陽眼鏡位置在哪裡 才知道你的眼睛在哪裡 但是他就好像覺得 煞有介事 他就覺得 終於找到威嚇他了 足足討論了這個玩的功能 討論了幾分鐘 聽到別人 都掉到地下 美國的媒體 他就形容到這班議員脫節 都不知道自己在問什麼 其實他們自己 問這些問題 別人準備給他 他們自己 都答不到 他們想藉住這次的公審會 就每次用問題都 narrow到 迫到 周先生 只能回答 事與不是 yes or no 其實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野蠻的做法 根本就不是在幫助 這件事 為什麼美國人這次 會 對這些議員做野蠻行為 這次反而喝倒彩 因為美國的本土不斷 都是很支持的議員 來到抹黑中國 和中國有關的所有東西 甚至得到中國的代表 完全沒有聲音 一直都是這樣的 尤其是就著所謂人權問題 什麼新疆西藏問題 都是喜歡用這樣的手法 但是這次 為什麼對TikTok 反而美國的網民 就維護著TikTok 因為 美國網民 娛樂大過天 以及 TikTok關係到他們的飯碗 所以這次他們要捍衛 從中大家看得到 美國人你說他們 是公平客觀 當然不是 所有人都是自我感覺良好 大美國主義 如果美國有得威 有得欺負別人的時候 他們當然是 幫多兩腳 但是如果你 影響到他們自己平時生活 他們的娛樂 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繁腕 就什麼大美國主義 都可以立即放下 一定要維護了 自己的利益 人的心理 就是如此 所以TikTok這件事 告訴大家 不僅能夠滲透了美國 影響了美國 成億人 告訴大家 TikTok的用戶 現在全世界有多少人 有十億 美國都已經佔了一億 當然 我們中國佔得更加多 但是 不僅影響美國 還影響了一些 很多 我們跟中國 有襯家關係 或者 應該這麼說 跟我們中國根本 我們對他 是沒有襯家關係 是他 自己單方面 一直敵視我們 在那些地方 在片尾就會 在哪裏 現在我就為大家忠肯地說一說 到底TikTok是否 真的會危害到一個國家的安全 告訴大家 其實 是影響不了的 因為 美國現在 因為TikTok 衍生出來的社會問題 是美國人自己的問題 首先 有些議員問到 有些 遊戲 大家不知道 是否有些 網絡的 挑戰遊戲 例如 大家可能之前都聽過 有一個叫做 將一桶冰淋在自己身上的遊戲 就是一個意義象徵 體驗有些 身體有狀況的人 他們遇到的感覺 你挑戰這件事 就自己體驗一下 順便 就上傳在網上 跟人分享 支持大家都這樣做 就當是全世界一起體驗一下 這些有特別症狀的人 他的苦處 這樣說 可能有意義 這些遊戲比較有意義 但是 一桶冰淋在身上 感覺是不太好受 但是其實有很多 身體不太好受的遊戲 是非常危險的 而西方人 就玩得樂此不疲 他們 甚至有很多人 玩得走了 玩得離去了 情況都頗嚴重的 但是這些東西 其實早起 互聯網年代 一出來的時候 已經有 不要說TikTok 不要說面書Facebook 甚至說ICQ年代 都不要說ICQ 再說之前 電郵年代的時候 都已經有人 把這些垃圾資訊 拿來 廣傳 傳到有些人 真的在互聯網上 玩這些遊戲 跟著做 玩得自己也走 這些西方人 玩得樂此不疑 西方人先搞這些東西 另外就是 關於私有炮問題 以及 吃非法開心藥問題 有些議員 就問到 周先生 問他 你們中國那裏 是不是 有很嚴格的 審核 所以 你們中國那裏 那些抖音片 就不會有 這個壞的信息 但是 你又特意 不用這個同一個 嚴格的審核 審核 美國的TikTok 抖音片 所以 導致美國那裏 很多片 就很危險 搞到 有很嚴重的 私有炮問題 以及非法 開心藥的問題 周先生 就回答他 首先 不要說你們中國 因為他是新加坡人 這件事 一坐下 表示他是新加坡人 其實 就已經導致 那些議員 有點措手不及 因為新加坡人 為中國的軟件 辯護 我一會兒也會說說 他的背景 大家就會覺得 特別好笑 其問題就是 周先生就說 是有很嚴格的審核 其原因就是 例如新加坡為例 因為他們的國家 有很嚴格的 關於藥物 的法律 就不讓別人 賣了非法開心藥 和亂吃 所以 在TikTok那裏 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其實就直到那些議員飛起 是你自己美國自己 對這些東西寬鬆 所以你才有這個問題 就不關 TikTok軟件事 而且 很多人說到 玩這些危險遊戲 你西方人自己喜歡 玩到自己離去 就想掛在TikTok軟件那裏 但是 很多美國的網民 即時回應到 無論這些遊戲 送走了多少人 都不夠美國的私有炮問題 送走得多 又不見美國的炮會 會在這個聽證會 被人公審 這句說話 就真的是非常非常 道家 道辱 非常公平 你不會看到美國的 怕會有關的團體 在這個聽證會 被人公審 不會的 但是美國的私有炮問題 每年 送走的人越來越多 每年送走的細蚊越來越多 搞就是搞這個 TikTok軟件 再給大家看一張圖 這個就是 外交部的大姐大 華春瑩 他很有創意的 在推特那裏 把兩幅圖拼在一起 就是前一陣子 這個蘋果的CEO Tim Cook 來到北京 就受到大家的支持 受到大家的支持 大家跟他握手 簽名 拍照打卡的時候 大西方世界就說 這個叫封閉的市場 然後 周先生 他本身是新加坡人為TikTok 出席公審會的時候 就被 幾十八個記者用鏡頭射著 來玩針對 這個就是所謂開放的自由市場 這些就是雙重標準 這些就是極度後面皮 後顏無恥的行為 現在跟大家開估 到底TikTok軟件 是否真的能夠做到 西方世界最擔心的 就是滲透影響了其他人 令到美國 一直抹黑的中國 這個謊言 被攻破 是絕對做得到的 是絕對會危害到美國 想定的這個世界秩序 因為 美國是要 抹黑的中國 是寸草不生 又落後 又專權 人民生活很慘 說得好像北韓 其實TikTok軟件 是真的能夠說好中國故事 台省那邊出現了一個情況 不知不覺姦 就是受TikTok影響 台省那裡的年輕人 現在 你說他們會不會上 西方世界的社交平台 社交媒體 一定會有 面書 IG一定會用 但是 在他們 平時生活 會上的 會用的軟件 排所有軟件 排到第3位 第6位 總之十甲之內 就有我們中國的 TikTok TikTok排第3位 中國的小紅書排第6位 就是因為這樣 很多台省的年輕人 他們都 看這些軟件 看得多中國的情況 他們說幾件事 台省那邊的年輕人 就說 大陸那邊的人的生活 其實跟我的生活根本沒有兩樣 都不是一樣嗎 台省那邊的年輕人說 他們每天都會花兩三個小時 留在TikTok軟件和小紅書 就會不斷看這些短片來娛樂 看看裡面的小劇 有很多製作都是來自中國大陸 所以他們看到那邊的民情 還有 因為想到這些軟件多 也影響到他們平時生活習慣 他們追的娛樂 聽的音樂 玩的遊戲 甚至他們的語言 漸漸都被同化 漸漸都用了抖音那邊的潮語 那些網絡術語也變成了他們生活的用語 在台省那邊發生 所以 影響到他們 他們會覺得 那些敵視中國那些 都是老人家 他說 都是那些 頑固分子 台灣的政治都是這樣 其實都是為了唱衰 大陸 他們自己親眼看到 就不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他們跟我們 除了語言 有少許口音的不同 基本上有什麼分別 為了攻擊這個軟件 台省那邊 就特意要揭露 關於TikTok軟件背後的公司 背後公司 到底有多少是有官方的牽涉 話說 根據這個 企業信用訊息 的公眾展示系統裡面 就說到原來TikTok背後的公司 就是有這個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子公司 還有 北京市文化投資的發展集團 剛才提到中國的互聯網投資基金 背後也是 由這個 國家的互聯網信息 辦公室的 財政部 有份來營運 即是官方背景 都是比較濃 但是 當你說這些信息 給台灣的年輕人聽 他們根本就不會理 正如我剛才所說 他們只需要玩得開心就可以了 現在 台省那邊出現了一個現象 大家都知道 統一台灣 就分了幾條路 有些人說 和統 有些人說 力量統 有些人說 逼統 即是 諸般的壓力 文武兼備 壓迫他 逼他 但是其實現在出了第四個路數 年輕人經常說的 就叫天然統 就是說 玩得TikTok多的時候 很多台省的人就會當自己是中國人 當自己是中國人的時候 天天而言 自自然 理所當然統一 甚至 對著台省那些頑固敵視中國的老人 就說他們 勾地 說他們 經常被那些綠色的陣營 清洗他們的腦袋 讓他們想不到 形容到TikTok 在台省的到來 就是抗中 分子的末日 這些東西不是我們這些正常人 應早歸宗的人說的 這些是台省的年輕人自己說的 所以令到那邊 敵視中國那邊的陣營 台省人就非常生氣 那些政黨人士 那些綠色人士 蔡英文旗下的人士 發佈消息 你們年輕人不要那麼無知 你現在在抖音看到的那些東西 全部是 中國 中央特意留給你們看 讓你們看到美好的一面 你試試在病情能夠回內地走一趟 你就知道 情況是怎樣 這樣說 現在這個世界都沒有病情 病情這件事都不公自破 我們中國有沒有真是 離去了那麼多人 我們逐步有罪開放 是不是成功 是不是時間搞得剛剛好 其實這些東西 全世界看著眼來 另外一件事就是 現在 他們那些 為了敵視中國的 那些政見偏頗人士 甚至攻擊起 他們自己台省自己本土的 民主價值上來 就說 我早就說 不應該給這些18歲的年輕人 有投票權 他們全部 老順都沒生 都沒出來社會打滾 都沒被社會鞭策過 應該抓他們 去當兵 甚至在社會上折磨一番 才讓他們認知 這個世界 這樣說 喂 這個18歲投票權 不是你們台省那邊 要麻木學西方那些 劣質民主 而定出來的嗎 現在所謂的以紙芝麻 含紙之盾 現在你們 培養出來的年輕人 他們那一票 不投在你們的那裏 你們又反胎發脾氣 總之 就是因為TikTok的存在 導致台省那邊 年輕人 和那些敵視中國的老人 變成了很嚴重的紅溝 本身年輕人和老人家 都有些代溝 政見不同 甚至變成了 發大了這個紅溝 隨著TikTok 逐步的使用 欲霸不能的時候 中國的故事也會透過這個軟件 逐步的逐步的 來到宣言美 全世界 其實美國人自己都看到 所以美國才這麼緊張 一定要 禁這個TikTok軟件 但是他 說就是開放市場 他禁得遲 美國那邊用得很快 美國那邊曾經一度 就想用這個TikTok 反滲透中國 就是說 美國曾經是想著這樣的 抖音這個軟件 就很好玩 去美國的市場 他甚至想 首先抖音 就要有股份給他們 首先是一定的影響力 和執行權 經營權要給他們 然後他就想用反滲透這件事 來反滲透 去滲透 影響中國 誰知道做不到的時候 如今就在那裡吵 但是已經太遲了 因為 美國已經成億人 跟這個軟件掛勾 所以現在就要用 野蠻 粗野 毫無包裝 毫無美的方法 來禁止這個 現象蔓延下去 TikTok的首席執行官 他是自己的新加坡人 他娶的老婆還是美籍的台灣人 他不會親中的 但是這個人非常特別 他年僅40歲 他父親是建築師 母親是民元 即是說 他沒有窮過的 他沒有偏激的 他的心思 他中學的時候 讀華僑的中學 18歲的時候 當兵 當了這兩年半 他就做到上位的職級 然後他去了倫敦 讀經濟 經濟畢業 高盛工作 然後2010年在哈佛讀 MBA 計牌面應該是親西方 但是不是 這個人非常上進 他在哈佛讀完MBA 他去了俄羅斯 科技風險投資公司 DST Global 做事 然後 他又去了 小米 中國的品牌 小米 去做CFO 在小米的時候 他就把小米這個品牌 幫他一起打入國際市場 然後他又 轉了去北京自節跳動的公司 北京自節跳動公司 就是這個抖音的母公司 在裏面做這個CFO 剛剛到北京的時候 他為了熟悉的情況 熟悉北京情況 一天開十幾次會 每個星期就認識 幾十班不同的人 幾十個不同的公司 他說自己 預料了 不睡覺了 要拼命 所以他到了這個北京的自節跳動 做CFO的時候 他很快也做了這個 TikTok 即是抖音的CEO 做這個抖音CEO期間 不斷地穿梢 中港台和東南亞各地 他教兒子 有他的名言 就是他生了兩個兒子 他教他們 你以後 出來 如果做事出身的時候 有三成的可能 你會直接跟中國的企業打工 另外七成的可能是什麼呢 就是七成的可能 你直接和間接 你做事都會跟中國有關係 所以一定要熟悉中國情況 另外 極有可能你以後 娶老婆 都是中國的太太 這個就是他的軟件 這個就是他給自己子女的Vision 可見這個人 有多正常 所以如今就會在美國聽證會 為中國的軟件 進行抗辯 他有一個人生的座右銘 他人生的座右銘就是 如果你有機會上火箭的話 千萬不要問 你坐哪個位 什麼都不要問 上去你才說 這個就是他人生的座右銘 從TikTok這個軟件 對這個世界的影響力 我們看得到 就是要說好中國故事 一定要對外 一定要有些 渠道和包裝 去到哪個國家 去到哪個文化 都可以 沒有障礙地滲透進去 而藉著滲透進去 跟他們打成一片的時候 再順便說好中國的故事 並不是 去到哪裏 就依附 做了別人的哈巴狗 不認自己的本質 TikTok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打這個國際的戰線 可以說的是 中國近代最成功 對外的滲透和影響 的一條戰線 我們中國人需要 製造不同的產品 建立不同的渠道 來先打入不同國家的文化 然後再藉著 入了別人文化別人國家 的機會 說好中國的故事 描述好我們中國人的本質 TikTok就發揮得淋漓盡致 其實我們 平民百姓 對這個說好中國故事 推廣 我們中國的優勢 和共建互利 對世界的良好影響 其實是責務龐態 這些不只是官方人才做 好像TikTok這些軟件 是民間 玩樂的玩意 如果沒有民間使用的話 只有一班官方來推這些軟件 市民有何用 因此中國 要發揮它的影響力 絕對不可以 顧布自封 絕對不可以 鎖國 反而要更加對外 就好像 連同我們中國的外交部 派出不同的學生 來自這個語言學校 外交學院 去不同的世界各地的國家 全世界一百幾十個國家 來都去 學習和實習 我們民間也都一樣 我們應該 利用我們 尤其是我們香港人 作為國際平台 的優勢 我們的國際視野 去建設不同的產品 不同的投資 來對外 來影響 藉著這些渠道 這些行為 來說好中國故事 讓全世界人看得到 我們中國人勤奮 努力向上的一面 讓全世界人看得到 我們中國 去到哪裏 都是 秉承著一個宗旨 就是禍棄生財 共建互利 的一面 只要做到這樣的時候 甚至連 生於新加坡的人 生於東南亞的人 生於 美國當地的人 他們吃著 外國的薯仔長大 他們 他們喝著外國的奶水長大 只要做到這樣的時候 他們都會 應早歸宗 承認自己 中國人的本源 以身為中國人 有中國人的血統 而自豪 真真正正做到 萬邦來朝 在這段期間 我們中國在發揮 我們對國際影響力 一定會有很多異見分子 有很多政見偏頗人士 那些黃人 那些外國勢力 反過來就說 你這麼愛國 為什麼要對外 為什麼要 將你的軟件 發不同的語言 廣傳於世 為什麼不只是用中文 為什麼你 不只是拿筷子 穿唐裝 為什麼你不只是 爬飯夾菜 吃中國東西 為什麼你會咬漢寶包 說這些 就是那些 意見偏頗分子 他想你鎖國 他想你落後 他想你固埔自封 好讓外國 能夠 對你大舉進軍 盡情欺負 他想你落後 說這些的人 都是不安好心 就是不想你 接通國際 在國際舞台裡面 大放異彩 不想見到你發揮 你的影響力 不想見到中國 復興萬邦來朝的一日 還有一些見識小的人 還用著清朝 鎖國 義和團 抗洋鬼子 的那些 手法和思想 用愛國兩個字來包裝自己的愚昧和無知 來想 拉低我們的進步 拖慢我們的步伐 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 其實就是想掩飾自己的無知和見識小 自己 不學無術 攻擊自己人 攻擊同路人 這些人 就彷彿好像 這期講到恩子丹 恩子丹曾經拍過一部電影 就是這個 跟李連結一起的 王飛鴻第二集 裡面有一群白連教 全部人 打著 驅逐洋人的名義 但是其實 整群就在發瘋 整群在胡鬧 有破壞就沒有建設 彷彿就像這些人一樣 其實就是想駁一個 失正 失德的慈禧歡心 繼續把中國沉淪拉下去 中國很不容易 從清朝之後 八國欺負 到現在 真是能夠接觸世界的舞台 能夠在這個舞台裡面大放異彩 得來不易 我們千萬不能讓這個步伐停 我們每一個人 哪怕你是 賣一串 捉一串魚蛋 你也可以做一些 很好吃的中國魚蛋 來廣傳這幾個世 來發揮中國的影響力 讓全世界 都在事務大小的事情上 能夠欣賞我們中國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裏 林結束之前提提大家 記得一起新潮民三寶 還有的就是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 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裏 拜拜